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已经高考毕业的我来说 如果当时有多一个月 清华北大都不是问题呢 你再说一遍 不过也跟所有的朋友说一下 利用这多出来的这一个月的时间 认真复习 好好休息 休息就看一战到底 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来欢迎来到本场的所有的选手 上场吧 欢迎大家来到一战到底 和君尧未动力确保答题正确率 感谢常位有活力 人生有动力 君尧未动力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好的 那如果电视前的观众朋友 也想来到我们的舞台的话呢 现在就可以拿出你的手机 打开微信摇摇扫扫一扫 或者是登陆我们在那儿的官方微博 来进行报名和参与 同时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两位名人堂选手 请看 答题哥斯拉战神徐胜明 是 我就是十个月减掉120斤体重的徐胜明 你准备好迎接一个开挂的答题怪兽了 陈德 陆九月 保加利亚 这个也是我们《轮达时代记录保持者》 北大的才子张雪剑 他是笑看风云的读书之星 不做下一个谁 不做第一个我 也是博普通经的吴双公子 白金婚 是腰身 刷新的一战到底的答题记录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看看本场的第一位挑战者 有可能是谁 请看 他就是《微镜头》 赵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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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是来自南京电视台的一位主持人 我从今年的2月3号开始 一直到3月25号 我用《微镜头》 去记录了南京的一个抗议的日记 一共52集 而且我是一个人去拍 一个人去剪 一个人去编 就是一个人是一个电视台 哇 那今天我们可以在现场 看到你这个《微镜头》 是一个好的纪录片吗 可以 今天是2月21号 今天是3月3号 今天是3月16号 来到了南京市的第一医院 南京四桥的守费站 3号线的福子庙地铁站 车上面已经写着请求服务 不管是私家车还是行人 其实都是非常少 再不买的话 黄瓜就没了 找到一个自助行事的地方 从没逛过这么清爽的 我觉得今天老丁家妇女 找见的客户都不回来了 对 家人温暖在一起 那么也祝大家 在新的一周 能够有更好的状态 往到新的工作当中 这个记录的过程啊 真的 其实在我们心中 是很有感动的 因为当时其实我们 是不在南京的 所以看到你才知道 哇 新街口 第一次没有人的感觉 对 我现在看还是有点激动 就是2月3号那天 我开车去新街口的时候 然后呢 整个新街口的转盘 不用等红绿灯 直接走 哦 这样的啊 我就拿那个摄像机 我就对自己拍 我说我特别怀念 那个会堵车的南京 因为堵车是一个城市 就是真实的生活的样子 所以当时我说着说着呢 我就眼泪就情不自禁地 流下来了 回过头来看 还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那个就是我们永远的 无法去倒回去的记忆 但值得珍惜 是一段历史 也在警醒我们所有人 其实通过这个片子 大家也能真正地感受得到 到那个街上空无一人的时候 到最后大家又都出来 油菜花开了 樱花开了 也证明了一件事 还是那句话 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 没有一个春天 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到 是的 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欢迎 赵迪来到我们的节目 因为上一次 也有一个日本的导演 主内亮 日本籍的导演 主内亮也是站在了这个位置 也是开场 希望你今天一样有好运 好不好 好的 我们来为你开启你的关键词 好 来 我选那个三分甜 感觉是个女生甜甜的 对 因为我是七分咸 所以我们两个甜咸搭配 一定很美味 好 我们来看看三分甜 请揭晓 这边我们的女警官 大家好 我是来自南东市公安局的 一名交警 三分甜最主要指的是 我有三项运动的爱好 她已经融入到我的血液里面 只要我一运动 我就觉得我整个人都是甜的 我的这项运动是极富有挑战性 和耐力的铁人三项运动 看不出来吧 铁人三项它有四种距离 它最长的距离是大铁比赛 它首先需要3.8公里的公开水域游泳 紧张车 骑一个180公里的自行车 在最后跑一个42.195里的 马拉松比赛 太吓人了 先游3.8 对 再登180 对 再跑42 对 一口气 一口气必须在17个小时之内 就是 而且每一个项目 它都有关门时间 那你的成绩怎么样啊 去年在18届世界警察 和消防员运动会上 我获得了铁人三项比赛的冠军 可是今天你穿了这身制服 我们都看不出来 你这方面的才能 好想让你展示一下 你的铁人三项 好的 我今天也带来 我平时训练的一个道具 上道具 我要提醒一下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做这个运动的话 最好是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 你先来给我们演示一下 怎么弄啊 我觉得会把地砸坏吧 对 我们这个地平很贵啊 这要玩呼拉圈吗 50斤啊 哇 哎哟 哇 平时这么能锻炼手臂的力量 跟核心力量 呼听警官 你没开玩笑 这有150斤吗 是 嗯 好哥 想试一下吗 不想 我跟你说 我在家里平时连瓶盖都打不开 你来试试 他是 他是 我来笑我来 哇 笑我来 哇 你看看你 哇 一 二 我跟你说 你只要把它翻过去 给你 下台就给你买个包 哇 好压张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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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买个包 买个包 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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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容易啊 啊 主要是有动力了 女人提到买个包 有这么大的力量 肯定的 啊 是 她怎么就过去啊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来看一下 我天哪 这么重 你刚刚是怎么过去啊 好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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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来到一站到底的舞台 就是想传播这种积极向上 努力拼搏的铁人精神 请大家记住我 来自南通的铁人胡婷 哇 好 厉害 其实我的《主国日记》当中 有一个遗憾 因为我没有采访过任何一名警察 为什么呢 我所有去到的抗议一线现场 所有的警察都特别的忙 而我拍这个片子有一个原则 就是不打扰原则 所以直到我结束 我都没有真正去打扰过一个警察 但是我觉得今天在这里 一会儿我们的这个 在场上的交流 能够弥补这个遗憾 也算我对你和你所有的同仁的一分致敬 这次抗议是我们全中国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来 两位 今天咱们第一局 答题较量 请准备 答题 开始 来的都是客 全屏嘴一张 相逢开口笑 过后不思量 是哪部戏里的经典唱词 就是著名的样板戏 《杀家帮制斗》当中的选段 是由阿庆扫唱的 2009年 首次被用于我国高考作文命题的流行歌曲 是哪一首 他就是张绍涵的隐形的翅膀 《孝感》 这座城市名称的由来 跟哪个历史人物有关 《孝感》是全国唯一的一个 跟孝文化有关命名的城市 是来自于董勇的典故 我国哪座关爱遗址 曾在2014年作为中国哈萨克斯坦 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请项目 成功申移 穿风不动玉门关 这里指的就是玉门关遗址 看看 奥运会的游泳跳水项目 一般不需要在比赛场地配备救生员 对还是不对 虽然这是世界上最空闲的工作之一 但是仍然需要 所以不需要配队 救生员是不对的 世界上首座进入奥运村的高铁站 是打歌站 他是位于河北张家口市的太子城这 这幅画中的椅子的主人 是哪位画家呀 这幅画是著名的画家樊高画的 他的这幅画的名字叫高庚的椅子 所以椅子的主人就是高庚 我平时经常训练动作B 对 动作B 如果小明走进意大利的一家餐馆 用英语跟店员说要一杯拿铁 那么他会得到什么 英语当中的拿铁 在意大利语当中就是牛奶的意思 所以他会得到的是一杯牛奶 如果阿赵回到明清时代 想要参加正式科举 必须先要通过什么考试 放进中菊 讲的就是通过这个考试以后 好多年他中了菊人 然后疯了 这就是我们的同生世 鲸鱼死后沉入深海 会形成一个长达百年的 特殊生态系统 这个过程被称为什么 鲸鱼的尸体沉入海底之后呢 会给很多的生物 做一个分解的循环 这个感人的过程叫做经络 漂亮 在我国 70岁被称为古希之年 那么古人会把哪个岁数 称为双希之年 古人应该活不到140岁吧 那我选77岁 耶 140 虽然我们也不知道 谁活到140 但有传说医生张仲景 活的时间比较久了 今天来到一战到底的舞台 是希望能给我的孩子们 能展现那种积极向上的一个状态 我还想体验一下 从上面蹦极的感觉 谢谢胡婷警官 再见 蹦极去啦 再见 好 我们也来恭喜赵迪看一下 你这一轮的奖品是什么 好 那就是48194K智能电视 恭喜你 好 那依然为你打开我们的关键词 我有话说 我有话说 其实现在我很担心 我担心赵迪会选中其中的一个人 而我想要选择那个人 我今天就是专门为这个人来的 哪个人呢 我要寻找那个人 我感觉应该是这里边那个 带给我公子 那两个字的那个关键词 世间竟有此公子 你觉得他是谁 我现在先保密 如果赵迪这一轮把我选上台的话 我就说 那他怎么选你呢 你要告诉他你的关键词吗 我的关键词就是青春有你 哎 等一下 你这叫自爆啊 对 我要跳 但是赵迪你可以选择相信他 也可以选择不相信他 是这样啊 我觉得 我有我的答案 你想见谁 我想见那女孩 女孩对我说 我知道你想挑谁 他 对不对 他 他是不是那女孩 那女孩对我说 选择了 那女孩对我说 选择了 女神 徐盛铭 欢迎你 徐盛铭 赵迪 赵迪 中奖了 中奖了 我感觉今天的出场 有一点很失败的感觉 因为赵迪一直在说 她想今年那个女孩 我在想如果赵迪看到 是我走出来 会不会从此她对女孩 这个词语有了她的心理阴影 崩溃了 幻灭 其实那女孩对我说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 歌词里面有两句 那女孩对我说 你还是不要唱了 你还是不要唱了 我是一个小偷 你是个小偷啊 对 其实这是我们一位 是你恋爱了 对不对 这个事情还真的 跟一个女孩有关 而且是我们的一位女编导 偷走了谁的心 我每个编导喜欢你 这个女导演就是桑然然 桑然然 桑然然结婚了 对 桑然然 所以我没有偷走桑然然 也没有偷走她的时间和回忆 我偷走的是她的老公 因为在整个疫情期间 我只做了三件事情 健身 写书 还有打游戏 而然然的老公 是我打游戏的铁杆队友 每天晚上7点半 我都准时会给她老公打个电话 通知她上线 然后在属于我们的游戏频道里 谈天说地 因为我们每天一边打游戏 一边可以听到彼此身边的声音嘛 最扫心的事情 其实就是然然冲过来 拽着她老公耳朵说 哎 不要打游戏了 赶紧睡觉了 再不然我就拔你电源了 然后每到那个时候 我们只能 各自非常失望地下线 对啊 我们女导演那么辛苦 每天回家 你还要占用她老公的时间 哼 所以今天来到现场 然然跟我说 今天的选手非常厉害 如果我今天在答题现场输了的话 那以后就再也不让她老公跟我打游戏了 啊 哇 在我来录影之前 她老公又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你今天一定要好好答题 因为你一个人的表现 决定了两个男人的幸福 对啊 对啊 知道然然一直在后面 用一个凶狠的眼神在看着 你在盯着你 对 我现在想到 背后有然然就说 非常凶狠的眼睛 你在看着我 就是今天的心情 和以往都不太一样 非常的忐忑和紧张 但是为了我和她老公 两个男人的幸福 我今天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然后呢 她刚才讲到一句话 她说她来了以后 之所以紧张 是因为伤然然在背后看着她 完全无视于我的存在 没把你放在眼里 这个大海豹打得怪吓人的 就像那个拳击选手一样 哎 我觉得她讲完话以后 我就不怕她了 对 讲话就是一个小男生嘛 好的 也需要再次地强调一下赵迪 你在跟徐晟明队里的过程当中 将会拥有一次的容错拳 好 请准备 加油啊 赵迪 答题开始 寿司是日本人发明的 但三文鱼寿司 是哪个国家的人发明的 是当时挪威人为了向日本人 推广三文鱼寿司的一种吃法 所以是挪威人发明的 在武汉话里 过早是什么含义 武汉解封了 很多人都出去吃早饭 先行时期 除了盐之外 哪种食物是当时比较普遍的调味品 如果想去除羊肉的膳味 或者让烹饪更有层次的话 我觉得梅子的酸性更胜一筹 我选梅子 捧着一颗心来 不带半根草去 是哪位著名教育家的名言 这就是说到老师的蜡烛精神了 所以说这句话的人是 陶行之 看到这个条形码 可以判断该商品产自哪个国家 条形码的最前面的两位 或者三位往往表明的就是原产地 69开头的表明的是中国 这张影视剧截图中的建筑 在现实生活当中 是哪位男歌手的家 这张图在前一段时间登上了热搜 他就是歌手马博谦的家 都市的词句亲手亲手 居室本来无垢 描写的是哪个场所的情景 我选择的是厕所 是浴室 亲手应该是跟他讲的 你轻点搓灰 我身上没什么灰 无垢 那是说老公 对啊 答题继续 中国古代建筑世家 样式雷向皇宫提交设计方案时 使用的模型被称为什么 这就是相当于古代的沙盘图 因为它需要烫一下 再给别人去看 所以叫烫样 按照15世纪土耳其的法律规定 如果丈夫不能提供足够的哪种物品 妻子有权提出离婚 我曾经去过土耳其旅行 并且拍了一个纪录片 土耳其到处都是咖啡馆 所以我选择的是咖啡 哇哦 无人机和直升机同样使用悬翼飞行 其中直升机用什么调整高度 这就是空气动力学中的 博鲁力原理了 它调整的是悬翼的角度 哪位古希腊仙哲曾经在自己 学员的门口竖了一块 不懂几何者误入的牌子 这位先哲认为世界的基础是数学 所以我选择的就是柏拉图 华人世界的第一位诺贝尔奖候选人 中国第一只口罩的发明者 是哪位公共卫生专家 这种口罩叫武士口罩 它消灭了鼠疫 它是武连德 好 生活中我们会发现 把不同的酒混在一起喝 更容易醉 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酒精代谢的更 酒精代谢更快 我以为代谢的快人就不醉了 只是我为肖冉冉有点难过 她在还是不能拥有她老公 整个虽然跟这个徐盛明 短短的交手的时间不长 但是那个情绪还是变化蛮大的 一开始我真的觉得没关系 然后中间的一次容错之后 我就我的那个斗志被激发出来了 我觉得反正也赢不了你 干嘛不多赢一提呢 在这个舞台上面 能多答一道题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叫静一寸 有一寸的欢喜 对 我也很喜欢这句话 胡适先生说的 怕什么真理无穷 静一寸 有静一寸的欢喜 那接下来赵迪要离开了 好 再 前 对 那全新的这个挑战者 又将产生了 他会是谁呢 各位 请看系统的选择 他就是 我 青春有你 刘公子不才正式在下 我是刚刚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刘嘉森 现在在一家出版公司工作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 那么什么叫做读书多呢 就是读的多藏的也多嘛 什么叫读的多藏的多呢 就是经读500册藏书8000册嘛 所有我读过的书 我都会对他们进行总结 进行整理 还要加上一些我自己的批注 所以今天我不是一个人来到这里 难道大家没有看到 我身后的8000册书吗 等会儿 似曾相识这句话 曾经那位 也在舞台上说过类似的话 我有印象 没错 就是2013年来参加咱们一战的 张雪剑学长 当时他的自我介绍 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刘嘉森 2015年河北省高考文科第二名 那你今天是专门为了张雪剑 才来参加我们节目吗 对 没错 我是从天津来的 坐着车来到这里 整整900公里 开了14个小时的时间 你一路开车过来的 对对对 因为我跟节目组确认过了 说雪剑学长 一定会出现在这个节目上 所以我就下定决心 不管怎样 我都一定要来到这里 我要见到张雪剑 雪剑学长呢 他对我的人生道路影响非常大 学长呢 他在节目上说 说北大医学部的图书馆 是最好的 我考进北大之后 我也去医学部的图书馆里面看书 再后来 学长他在这个社交平台上 亮出了他自己的书单 然后我就亲手把他的那个书单 全都手抄下来 我今天还带到了节目的现场 可以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这个就是雪剑学长 这些上面全部都是张雪剑推荐的书 对 都是他读过的书 他列了一个高达1000本的一个书单 那这个红色框是什么意思 红色框就是他读过的同时 我也读过的 是重合的部分 这是偶像的力量 雪剑学长 你准备好了吗 一战到底舞台上的选手 感染和照亮了多少的人 我们做这个节目太荣幸了 我们来现在就为你打开观念词板 让你把张雪剑挑出来 现在只剩下四个观念词 这里面只有一个人是张雪剑 我相信在场的这四个人里边 世间竟有此公子一定是张雪剑 但是我这一轮还不准备选他 我准备在见到雪剑学长之前 先跟其他的对手打一打 来让雪剑学长看一看 他真的是非常自信了 那你想选谁 这三个人里边 我对这个前程似锦 其实还挺感兴趣的 锦 对 我在想就是这个锦 到底是什么锦 是手头比较紧呢 还是穿身上的这个衣服比较紧呢 我根本不知道 所以我想要选他 然后来看一看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揭晓一下 看看《贤城似锦》 好 已经出来了是涛涛 《贤城似锦》 这个真的好难理解啊 很难理解 很难猜 怎么解释 涛涛 你好 大家好 我叫涛涛 是一名街舞舞者 这个是我跳街舞这么多年来 自己总结的四个小翘门 当你掌握这四颈以后 你的舞蹈之路将会虔诚四颈 第一颈就是服装要颈 服装颈 给大家科普一下啊 太简了 我跳的这个舞种 叫街舞里面的popping 很讲究绅士风度 穿着颈的时候 能够很好地体现出身体的震动的感觉 第二颈就是我们的表情要颈 表情要颈 对 当我们听到音乐的时候 你的表情要马上切换 音乐来了 这个动作我是可以学会的 五 六 七 走 这个到位 这个到位 哇 特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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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第三颈就是我们的有一些动作啊 反而坐得紧才好看 有一个动作 比如说我们popping的手腕的震动 想象我们在哪一个摩托车的油门 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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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摩托啊 骑着我的小摩托 五 六 七 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哇 特别帅 妈呀 已经入迷了 已经入迷了啊 已经入迷了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第四颈 还有 要跟音乐紧紧地贴合在一起 来了 好 准备晕到情绪 一 二 三 四 五 六号摩托车 上 下 OK 超厉害 但我知道 涛涛其实在抖音上是教大家来跳舞 你本身也是舞蹈老师吗 是的 是的 其实在一站到底的舞台上 有一位选手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他是学霸中的学霸 名人堂中的名人堂 他就是蒲玉昕 我曾经是他的街舞老师 所以可以想象这么牛的一位选手 都是我的学生 那今天我也想给你上一课 如果你能够在知识上战功战胜我的话 那OK 我也答应做你的街舞的徒弟 OK Let's battle 请准备 答题 开始 UFC的比赛场地 因为外形原因被称为什么 我小的时候也是一个格斗迷 所以我特别清楚 这种场地有八根柱子 所以它叫做八角龙 西波克拉底誓言 是哪个行业从业人员入学之初的誓言 西波克拉底是古希腊著名的医师 被西方称之为医学之父 我的答案是医学 就地理区域划分 我国的宫电网络分为南方电网和什么 在这次的疫情当中 火神山 雷神山两个医院的宫电的保障者 正是这家公司 那就是国家电网 请听音评题 这首歌里一个人分世多绝的歌手 是谁 这位歌手打破了次元壁 我特别喜欢他 他就是周深 史学界认为 亚洲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化战役 是哪场战役 现代化战役的定义 应该是海陆空协同作战 所以正确答案是松户会战 唐宗八大家中除了苏门三父子 其余五人中有三人都来自现金哪个省份 唐宗八大家中的欧阳修 王安石 曾拱他们都来自于江西 古龙小说《飞刀又剑飞刀》的男主角 李寻欢的孙子叫什么名字 我相信《飞刀又剑飞刀》的男主角 应该叫李坏 我的手机上他就叫李坏 三个字 李坏人 一个12寸的披萨 约等于多少个6寸的披萨 我上个星期刚吃过披萨 但是我没有仔细研究 这道题我选择 两个 是 披萨 我看到你 我就想起古代亚里斯多德 他所代表的逍遥学派 他们强调一个人既要有 大脑里面的一些知识 而且也要有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体魄要开发自己的身体 所以呢 今天虽然你没有赢过我 但我依然希望你能够 做我的街舞的老师 谢谢你 谢谢 接下来送别 披萨 写 好 恭喜刘佳森来看一下这项奖品 那就是深度宝仙井的冰箱 好 接下来我们场上 还剩两名选手 以及我们的美人堂 你一直想期盼见到的张雪静 我们关键词为你打开 现在还剩两个人 躺赢人生和斗女玩 而我现在其实我已经 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张公子了 所以我决定在挑战下咱们的规则 我想要一打二 躺赢人生和斗女玩 我想同时挑战 可不可以 你今天就已经是笃定了 世间竟有此公子 就一定是张雪剑 因为我是北京大学的 山英社的成员 大家都知道山英社的成员 在攀登过珠穆朗玛峰 在攀登的时候经常会出现那种 孤身绝壁的情况 今天既然我敢于提出这个一打二 我有一个心理准备 就是雪剑雪长可能就在里面 但是即使他在里面 我也不担心 我相信我还是可以打赢两个人 对自己非常的有信心 真的是有备而来的 我们要不要在你做出这个选择之前 让你听一听张公子的声音 佳村我一直在看着你的表现 真的吗 好 真的我有点觉得 其实我也非常的意外 会有人专门为了我而来 我刚才看到你手抄我那些笔记 我非常的感动 因为我自己都有一些忘记了 对 今天看到你有这样的一个 前面的表现 我相信你选择一打二 有这个实力 不管这一打二的两个人里面 有没有我 我都希望你拿出最好的表现 不要给我们学校丢人 也不要为我丢人 OK 雪剑雪长 我记住了 好 那现在跟张水剑也聊过了 刘佳森 你如果真想来一次精彩的一打二 那也让我们好好开开眼 所以你选定了两个关键词 哪两个 躺赢人生和逗你玩 请揭晓 躺赢人生 蔡淑雅 已经出现了 来好好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 我叫蔡淑雅 我是一名民宿体验达人 免费住民宿 不仅不花钱 还挣钱 因为我在替他们做宣传 那今天在节目里有没有推荐 嗯 我有带来图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屏幕 这个是民宿吗 嗯 这是在北京的一家民宿 像个酒吧 特小 很小 很迷你 只有十四瓶 十四瓶啊 但是里面有一万多种手办 玩具 还有植物 那你截止到目前为止 你已经住过多少这样的 类似于这样的民宿啊 大概有几十间的民宿了 在浙江的比较多 其实这一次的疫情啊 我相信可能对于你的工作 也会有一些的影响 因为有很多的地方 都没有去做一些开放 对吧 在这次疫情呢 有很多民宿老板啊 把空闲的房间决陷出来 给武汉的一线工作人员 就是免费提供他们入住 让他们在工作忙碌之后 也可以好好地休息 好好地享受一下 乡间田院那种田径的感觉 哇 这个想法真的是 特别地有爱 我们南京有很多景点 就是对所有的医护人员 都是免费的 我还听说在四川 有火锅协会 对于我们这些医护人员 吃火锅都是免费的 哇 真的 大家 我觉得真的是内心向暖 怀着这样的一种感恩和感激 特别好 那接下来 你还有一位同伴 将会面对刘家森的挑战 就是逗你玩 是猪猪吗 他长得一样也挺逗的 还是有可能是 名人堂的张雪剑呢 请揭晓 够你玩 一战到底 马上回来 一战到底精彩继续 欢迎回来和君堯未动力 确保答题正确率 感谢常位有活力 人生有动力 君堯未动力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在观看节目的过程当中 大家可以登陆新浪微博 李好和小敏的个人微博 还有我们一战到底的官方微博 跟我们进行实时有趣的节目互动 好的 也欢迎大家登陆我们的荔枝王 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 了解我们节目的最新动态 那接下来 你还有一位同伴 将会面对刘家森的挑战 就是逗你玩 是猪猪吗 他长得一样也挺逗的 还是有可能是名人堂的张雪剑呢 请揭晓逗你玩 他就是 张雪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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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我好激动 我好激动 是不是觉得自己已经赢了今天 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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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有没有有一点压力和担心了 我能见到雪剑学长 我已经很开心了 我已经很开心了 那你要一打二很难战胜他 怎么说呢 其实雪剑学长 就是这几年以来 我一边读着你的书单 我也在想 一直都在想 有没有一天 你和我会站在同一个舞台上 所以今天其实我还带了一本书给你 是我的书单里面的书 我想把这本 《从一到无穷大》 我想把它推荐给你 就是这本书 它展示了 在自然科学家的眼中 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你和我都是文科生 我们在自然科学方面 可能确实会有一点点欠缺 所以我希望看过这本书之后 没准我们在这一方面的短版 就补上了 OK 我把这本书给你 其实佳森今天来 我首先很感动 第二我也是 让我回想到很多以前 我在学校发生的事情 包括在这个舞台上 发生的事情 我多次在这个舞台上表示 我们的学校里边 像我们这样的人真的太多了 我们希望把我们读书的 那种快乐分享给大家 所以不存在着 谁追随谁 或者谁要赶上谁 这样的一个关系 我们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 站在知识面前 站在我们的书面前 大家都是平等的 舒雅呀 马上就要开始答题较量了 现在你们两个人 挺有优势的 就有点小窃气 其实 好 她现在挺开心的 其实我觉得我们都不需要 太多地考虑是一对一 还是一对二 因为我们实际上 都在面对的是我们自己的知识 自己的题 我看到你让我想到一句话 他说一束光照亮另一束光 一把火点燃另一把火 我相信我这把火 已经点燃了你 就绽放给我们看吧 好的 今天晚上也要看看你的火苗 究竟有多大了 刘佳森 正式开战之前 还有什么要表达的吗 其实我知道 很多人以为我一打二会怕 但是我不会怕 我记得在孟子里面 孟子说过 说世界上 有不同类型的勇敢的人 他们都勇敢 但是他们不一样 有的人 他的勇敢 是在战场上 你把刀戳到你眼前 快戳到你眼球的时候 他都能不眨眼 这个叫勇敢 但是他觉得 这种勇敢 是一种比较下层次的勇敢 真正的勇敢 真正的勇敢是 虽千万人无往矣 所以千万人我都不怕 更何况是两个人的 你选择了一个勇敢的开始 也希望今天有可能获得 你的这个勇敢的结果 我们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你 但是这场答题较量 势必是一场恶战 请准备 答题开始了 因为含水量和化学成分 跟人体相似 飞机工程师会用哪种蔬菜 来测试飞机上WiFi信号的强弱 恒水中学高中每天都要看新闻 而这一条新闻 恰恰发生在我高中的时期 那就是波音航空公司 用土豆来测试WiFi信号 在网球比赛中 0分并不读作0 而读作什么 在法语中 0分和英语中 LAB是相同的读音 所以我答案是LAB 每年冬季来临之后 哪个国际组织 会邀请附近的羊群 进入其总部的草坪上 来放羊两个月 这个地点在万国宫 是万国宫的草坪 而万国宫恰恰是联合国的欧洲总部 所以正确答案是联合国 中国航天员首次出舱进行太空行走时 所搭载的是哪艘神州飞船 神州5号只绕地球旋转了 没有出舱 出舱的是神州7号 小说庆余年的名字 源自于哪部古典名著 庆余年 它来自于乔姐的判词 刘玉庆 所以跟它有关的名著 应该是曹雪芹的著作 那就是《红楼梦》 如果医生在开药时说 用药一天三次 那么这个三次实际上是指什么意思 每天三大后服药 每八小时一次 舒雅出局了 你现在需要静待这二人对战的结果 而加森 你的身上 依旧还拥有那一次的容错权 OK 两位 答题对战 继续 严胜宫是哪个家族嫡系长子长孙的封号 严胜宫从北宋开始分封 末代严胜宫在2008年去世 他所分封的是中国古代 最厉害的家族孔家 图中让小刘泪瘫的这个模型 是来自哪部系列电影 刘浩然拼揍的应该是千年笋 千年笋来自《星球大战》 1777年 年仅16岁的杜莎夫人 以哪位著名人物为原型 制作了她的第一尊蜡像 法国大革命在1793年才开始 但是在那之前 拿破仑并没有登上历史舞台 所以正确答案一定是福尔泰 没有他的电磁学 就没有现代文明 是对哪位经典电动力学 创始人的赞美 学弟之前说我自然科学方面 可能比较薄弱 但这的确属于非常基础的知识了 麦克思维 2014年 武汉新港开通的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是武汉至哪个国际组织 四国成员的实验航线 是东盟四国 这件文物表现了 古代的哪种艺术形式 这是著名的说唱友 他表现的是古代的滑稽戏 被称为数学界诺贝尔的菲尔茨奖 其获奖者的年龄 被要求不得超过多少岁 我觉得40岁也太年轻了吧 我还是选60岁吧 容错卷使用完毕 刘家森 接下来你已经没有金钟罩护体了 不害怕 答题继续 一战到底 马上回来 一战到底精彩继续 世界名校宝典 好好看世界 正在全国热门当中 我们精选了5G世界名校中霸赛 34位精英选手的球学故事 可以说是一本在手 流血无忧 大家非常期待的 这才是题库 早就在全国全线上线了 八本书精选八大门类 八千道优质的题目 一战燃爆 宇宙奥妙 即刻开始 请登陆 京东 当当 天猫 亚马逊 性行订购吧 答题继续 容错卷使用完毕 刘家森 接下来 你已经没有金钟罩护体了 不害怕 答题继续 绵延了八万公里 地球上最长最宽的海底山系 叫什么名字 这个山系在大夕阳底下 但它有一部分突出了海面 就是现在的冰岛 它就是中阳级 因为想看着火焰迎失 而下令火烧自己城市的 古罗马暴君是谁 这个暴君终结了 古罗马的 朱利亚克劳底王朝 它就是著名的尼路 因为唐太宗立24宫城画像 而闻名天下的高阁叫什么 李赫的诗《男儿何不带无钩》 里边就说 他想要自己进入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林烟阁 世界上唯一一个 能看到海的内陆国是哪个 天哪 这个我不知道啊 我想一想 老沃离咱们比较近 我就猜老沃吧 圣玛丽诺 恭喜 随舒雅您啦 好好感谢张雪剑啊 因为你只答对了一道题 太不好意思了 关于这个胜负之间啊 我不知道应该是用 一丝丝的遗憾来形容 还是应该怎么样来形容 你此刻的这种感受和心情 怎么说呢 首先我要恭喜舒雅 真的是漂亮又幸运的女孩 然后呢 对于雪剑学长 我可能就感觉 咱们俩的关系 就像杜甫对李白一样 我给你写了好多诗 但是你只回来聊聊几首 但是将来 我依然希望我能够继续把我 对你的感情保持下去 我相信将来 哪怕时隔好几年 哪怕咱们俩已经相隔千里 甚至万里 但是我依然能够像 杜甫写给李白的诗一样 给你也写一句 凉风起天末 君子亦如何 好 刚才佳森把我们俩们 比作李白杜甫 但是你也知道 虽然说他们俩好像是 一个是迷地 一个是追随的关系 但是并不影响一千年以后 大家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 舒淫之间在这个舞台上面 其实我们也是一步一步 看着雪剑的成长的 她现在拥有的最好的 是她更加豁达的一种心态 和她的胸怀 我希望在不停追逐的路上 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都能够拥有那一份的宽广 而且今天 在一战到底的舞台上面 我们绝对是看到了刘佳森 是后起之秀 我们也期待 也欢迎一战到底的舞台 欢迎你再回来 拜拜 再 也谢谢雪剑的成全 和助力 对 今天我觉得 不光是和我的学弟 有一个正面的交流的机会 也把我们这个漂亮的姑娘 送到最后一轮 虽然说的是躺赢 但现在还没有完全胜利 还有最后一个对手 希望在这一轮 不要像刚才那样遗憾了 好好表现出你的实力 好 谢谢 好 欢送张雪剑 好 谢谢雪剑 谢谢 好 同时我们来看看 舒雅的奖品 三十分纯进裸钻 以及我们刚刚开出的所有的奖品 都累积到你的身上了 那接下来你就要面对 我们本场的最后一位选手了 那就是珠珠 她才是我们今天的观念词 世间竟有此公子 对 没错 其实是我 世间竟有此公子 哎呀 等了这么久 我终于等到了 哎 此时此刻 我只想对我对面的这位女嘉宾 唱一首歌 来 音乐 淡黄的长裙 还有那蓬松的头发 牵着我的手去看新展出的油画 无人的街道 还有空空荡荡的家 就只剩我一个人开无聊狂欢的派 哇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精神小伙儿珠珠 精神小伙儿 我是你们的精神大哥 我觉得呀 只要小伙儿精神在 到哪儿都是实力派 所以我今天来到了 一战到底这个舞台 哎呀 真是的 居然唱淡黄的长裙 人间正道是沧桑 小伙儿不要太嚣张啊 一听好歌 你这咱俩是一类人呀 要不咱俩这PK一下 正口溜怎么样呀 你就来批一批呗 那我先来一个呗 这万藏高楼平地起 这辉煌害得靠自己 辉煌岁月谁都有 别把一刻当永久 那我再来一个 刀不锋利马太寿 你拿刀不锋利马太寿 我啥我啥 我啥 你拿什么跟我斗 我不拿什么跟你斗 人间自有真情在 给点关注给点爱 麻烦抖音粉丝都加一下 好哥厉害 好哥厉害 哎 这小伙儿挺有意思啊 他网信挺强的啊 赶紧介绍一下 世间竟有此公子 我首先是非常喜欢 这个顺口溜 这个顺口溜是我的快乐之源 而且我平常和我朋友聊天的时候 就喜欢加上这些顺口溜 朋友们对我这口若悬河 口吐莲花的本事 那是相当佩服 竟然感叹 这世上竟有如此有才华的人 其次我是作为一名 在校的大学生 我学习的是播音主持 我觉得这种流行语的传播 它代表了不同人 不同的生活状态 这其实都是大家热爱生活的缩影 那好 那今天这已经来到了 我们一战到底的舞台 即将是开展我们的最后一局了 是吧 你觉得你能赢过它吗 能 哪来的自信 刚刚答对一道题的你 行 开始 打题 开始 一战到底 马上回来 一战到底精彩继续 欢迎回来 亲爱的朋友们 我跟小敏的个人抖音号 已经正式营业了 打开抖音APP搜索李好小敏 赶快来关注我们吧 跟我们来进行更及时更有趣的互动 接下来让我们答题继续 英国海军曾经在食谱当中添加哪种食物 有效治疗了坏血病 柠檬里面有很多维生素C 可以治疗坏血病 我选柠檬 罗丹创作的经典雕塑《思想者》中 男子的右手放在哪个部位 思想者 放在额头这个部位 所以我选择额头 什么鬼 我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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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着蛋黄的长裙的姑娘 今天真的好幸运啊 好看的女生运气都不会太差 谢谢 此时此刻你什么心情 其实我是真没想到 我一提就被刷下去了 你太丢人了 好 欢乐的珠珠 我们要送别你了 再 接 二 蔡舒雅 本场独得所有奖品 来看一下她都能拿到什么 好 恭喜你可以带走的是 深度保鲜精灯冰箱 便品壁挂室空调 以及30分纯镜裸钻 好 舒雅 你知道你今天一共答了多少道题吗 两题 太棒了 真的是 亲爱的朋友们 在一战到底的舞台上面 有些时候确实也是这样的 需要实力 有些时候也需要 有很多东西的一些加持啊 比方说蛋黄的长裙和平松的头发 好 好 蔡舒雅 还有什么话要留下的吗 今天我能赢都是因为我的运气好而已 我还是会向大家虚心起跳的 谢谢大家 好可爱 谢谢你 请大步向前 再见 蔡舒雅 在这里我们需要特别的感谢君瑶 魏东丽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好 节目最后 我们还要感谢到的是百合网江苏IPTV 感谢华康丽金黑字体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下周一晚一战到底等你来挑战 再见 她是精彩神童 南京大学已经毕业了 同时读硕士和博士 她是一名九五号 也是第一批去往武汉的抗议的护士 她是心管不怕 我单身我没孩子 我说我要去 我是本次航班的成员员 这个航班写的是圣地号 她在归途吗 没有一个冬天她不可逾越 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 精彩神在下周一晚九点之后一战到底 白衣战士辛苦了 武汉人民谢谢你们